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专门在各大颁奖典礼上蹭红毯 播出位的小明星 今天咱也来说说两位毯星 不演戏 不唱歌 人家是实实在在的地毯界的明星 北二环河边有一座 北京宫美白孔雀艺术世界 我们的记者打听到 这里边有一种魔毯 刚进白孔雀大门 向右一拐是一个月亮门 里边是篮球馆一样的展厅 墙上挂的 桌上落的 都是大大小小花纹各异的毯子 听说我们要找魔毯 工作人员立马抽出了一块 餐桌大小的毯子 甩到空中转了一圈 这是干嘛呢 毯子在空中快速旋转 我们隐约看到它在变色 难不成真有魔法吗 为了让我们看清楚这种变化 工作人员把它铺到了地上 就在毯子落地的一瞬间 我们发现它的颜色真的由暗变亮了 而当工作人员把毯子调转180度的时候 颜色又变回了最初的暗色调 这传说中的东方魔毯为什么会变色呢 手工真丝地毯它主要的原料是两种 一种是桑蚕丝 一种是绢纺左蚕丝 这是桑蚕丝 桑蚕丝它一般是不加碾的 绢纺的这种左蚕丝它是加碾的 原来这种魔毯本名叫手工真丝地毯 小名丝毯 在展厅里我们看到了它的原材料 甭管大小这些毯子都是用残宝宝土的 百分之百纯真丝一根一根编织而成的 换句话说 这就是把真丝衬衫踩在了咱脚底下 那这斯坦是不是咱北京的老手艺呢 一大兵 不然斯坦的一个重要生产基地是河南南亚 可北京工美白孔雀艺术世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他却是在咱北京有着三十多年资历的老住户了 1985年的时候咱们白孔雀艺术世界 也就是当时的工美集团就认为 要把很多传统的老工艺要找回来 其中就包括咱们这种传统的手工丝毯 说实在的 把编织好的真丝踩在脚底下有点心疼 不过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咱们北京早有一种土生土长的毯子 是把金丝踩在脚下 这就是作为燕京八爵之一的工毯 可除了在飞仪展览或者博物馆里 哪能真真切切地看到金丝工毯呢 我们的记者跟行里人一打听 没多远就在距离白孔雀不到一战地的德胜门工美大厦 谁是最接地气的工艺品 什么昂贵的材料任您采 同为地毯为何一个会变色 一个圣黄金 各有所长 哪个冬天暖 哪个夏天凉 敬请关注 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 京城寻毯兴 德胜门工美大厦里的北京工毯 是最昂贵的一种 叫盘金毯 说白了就是把金线盘成毯子 咱仔细看 其实除了金线 彩色的部分则是正常的毯子 这毛茸茸的部分似乎和丝毯差不多 也可以单独织成地毯 那它们是不是一种材质呢 咱们说的这个工毯 它主要是有羊毛羊绒 出在绵羊上的叫羊毛 一般羊绒都是出在山羊上 然后呢 这个羊绒呢 就是说是它在这个 进入这个寒冷的时候 它才会长出来山羊的 入冬以后来采集这个 羊绒在一个羊身上非常少 一只羊可能也就几十克 那工毯和丝毯都是地毯 到底该挑哪一种呢 工毯是羊毛的 摸起来就像扎进了一件羊毛大衣 那合适什么地方铺呢 之前在冬天是主要是用来取暖 触感和它带来 带给人的这种感觉 还是非常温暖的 它从另一种形状上 给人一种比较温暖的那种感觉 不过摸上去的是我们个人的感受 保暖和清凉的功效 也都是一家之言 咱们还得让实验结果来说话 谁是最接地气的工艺品 什么昂贵的材料任您采 同为地毯 为何一个会变色 一个胜黄金 各有所长